位于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地压在20号行程 最快21号将增强为今年第20号台风谈美 气象署表示未来强度不排除有机会达到中台 预估接下来路径会先偏西朝旅宋岛方向前进 但也有北转可能是否靠近台湾还要再观察关键时间点在周三 也有部分的模式认为就是说到了旅宋岛的东方外海之后 那开始会有逐渐北转的一个状况 可能会就会离台湾比较近一点的一个情形 所以尤其像是在下礼拜二礼拜三之后 这个路径的一个不确定性算是相当的大 气象专家林德恩则表示 影响台湾天气的时间会落在周四到周六 风雨最大的时间会在周五跟周六 路径如果是经过菲律宾旅宋岛后 在进入南海海域比较容易产生共搬效应 造成北部东北部显著且持续的强降雨要特别注意 同名台风台美曾在2001年吸台 是史上暴风圈最小的台风之一 却酿成继1977年台风赛落马之后 高雄最惨重的711水灾 这也是高雄市政府记录以来 少数造成市区淹水 近成人膝盖高度的水灾 当年台美台风中心翻越中央山脉 引进旺盛西南气流 在高雄及屏東地区引发豪雨 虽然之后减弱成为热带性低气压 降雨不减反增 创下高雄气象站近40年以来 单日降雨量470.5公里最高纪录 造成全高雄严重积水 不过这次台美台风是否会直接影响台湾 仍有待观察 冬生新闻综合报导 台风还没形成 但是这个准弹美台风 其实最快今天慢的话明天 其实真的就会形成 那么这一张是各国的模式预测 好了 现在呢 这个每天看熟利气象的就会知道 什么叫模式 对 电脑转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电脑运算的 没有经过人工 好 那你可以看到原本大家担心 这个准弹美台风会朝台湾的方向而来 最主要是因为这个欧洲 也就是红色这条线 本来它是往台湾的 但是今天一大早 我们睡觉睡醒之后 再看最新的模式 发现包括了美国 包括这个欧洲 全部往南压 也就是压到菲律宾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来看准弹美台风 现在来看的话呢 它要直撲台湾的几率 现在这个时间点看 其实有降低咯 也就是大部分各国的模式认为 它就是会往菲律宾的方向走 但是呢 尽管如此 大家还是要小心 现在最重要的 我们要观察的是什么 那它往菲律宾呢 是比较北的菲律宾 还是比较南的菲律宾 如果呢 接下来它是比较南 当然对于台湾啊 这个雨的影响就会比较小 可是呢 如果它比较北一点 甚至在巴士海峡这边的话 小心喔 其实呢 包括了北部跟东半部的雨 还是呢 比较多 甚至不排除菲律宾会有好雨 或好雨等级以上 那呢 这个雨到底的过多跟少 就要看到时候共伴 会不会共伴 这是一个 它再来共伴的程度 多跟少也是一个 所以这个准弹美台风啊 其实后续还是有变数 那我们还是要观察 那么家族如果说 这个准弹美台风啊 影响台湾的话 那么时间点 就会落在周末的时候 周末 周末的时候 但是呢 目前看起来 直播的几率是大为降低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看 那带来的雨多 还是雨少的问题 反正呢 这几天都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观察期 真的真的 而且今天一个礼拜新的开始 到底这一周天气怎么样啊 所以我们就赶紧来看看 好 昨天下的一整天的雨啊 那么今天呢 跟明天来说 东北季风会减弱了 所以呢 降雨的情况 就会比较缓和一点了 中南部呢 其实啊 一直都没有受到影响 还是持续维持呢 在这个典型的夏季天气形态 所以以今天来说的话呢 北部的雨啊 会缓下来 比较多的话就是迎风面 当然就是基隆别海岸啦 还有宜兰 花东跟呢 大台北地区 就会变得比较局部比较零星了 温度上来说 其实今天也会稍许的回升一点了 所以整个西半部啊 今天跟明天 差不多都是在三十度上下 三十一到三十二度 东部也会回到三十度 可是呢 礼拜二晚上 东北季风又要增强了 所以呢 从礼拜二的晚上 一直到礼拜四的话 你可以看到北部东半部的雨 又要增加了 然后温度又要下降了 所以啊 这时候的天气多变化 大家一定要注意 唯独不变的还是在中南部地区 还是维持在典型的夏季天气形态 好了 重点就在这个周末了 从礼拜五到礼拜天 我们就要来看这个准弹美台风 因为它的距离关系到呢 我们整个台湾的天气 所以到时候到底是外围环流影响 还是呢 只是呢 这个还是台风更靠近台湾 那会不会发警报 这等等的一切一切 都是这几天非常重要的 那目前来看的话 外围的影响会比较明显一点 当然还要看距离 再来就是共伴的影响 所以你很明显可以看到 从这个礼拜四礼拜五 跟礼拜五之后到礼拜天 尤其在北部还有东半部的雨啊 明显加了非常多 那么尤其呢 最重要要呼吁的 是在东北部地区 会是周末的一个降雨的热区 所以我们特别提醒 宜兰还有北花莲的观众朋友们 尤其到了周末的时候 要特别的注意 那无论如何趁着这几天 这种防汛的工作 还是提早先准备好 已经55分了 Over了 来来来 我们展开今天的开始 来 今天几月几号 10月21号礼拜一了 赶快呢我们要先从啊 这个雨量累积图 跟雷达回波图啊 您可以看到啊就是呢 东北风逐渐在减弱了 但是呢 迎风面还是有雨啊 那累积雨量目前比较多 是在恒春啊 49毫米 南澳有35毫米 我们从雷达回波图 您可以看到南边下雨 主要是南北风啊 汇流的关系 所以呢 冷暖交汇 恒春这边雨目前呢 比较明显 满洲6毫米 那么呢 瑞芳这边4毫米 提醒有在下雨的地方 路况安全多小心 好了 再从目前温度 赶快来看看咯 那么现在外头各地的天气状况 跟温度如何 您可以看到西半部地区 都是稳定的 温度呢 台北台中25 各方24多 东部25多 整个离岛地区啊 从这个马祖金门跟澎湖 21 金门23 澎湖现在26度 早晚还是要添加外套哦 我们再从啊 这个呢 浅身预测图 来看的就是呢 未来的准这个谈美台风 您可以看到 周遥气象署的这条路径 目前是比较压到 菲律宾的陆地上了 可是呢 它会不会再往北 说实在 我们就还是要再观察的 那么呢 从卫星云图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事实上呢 在卫星云图啊 我们来看看 这个准谈美台风啊 它的一个呢 目前呢 它的一个这个结构 目前它的结构因为它只是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所以呢 你可以发现它还是在整合当中 快的话今天 慢的话明天 它就会变成今年的第二十号台风 谈美了 所以后续怎么影响 我们在观察 但是无论如何 到底会不会共办 外围环流 势必会为北部跟东半部带来降雨的 当然今天还没有影响 所以呢 从今天雨区预报 我们就要来告诉大家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降雨的重点 主要还是在大台北山区 还有东半部地区 另外呢 就是基隆比海岸 大台北的偏东侧 宜兰这边 会是今天雨还是稍微比较明显的地方 其他像是花莲台东 大台北 其实就比较零星了 中南部呢 其实啊 不受影响 不过午后山区还是注意 局部会有一些短暂震雨的 那么从地面天气图啊 我们提醒的是 虽然啊 现在东北季风逐渐在减弱了 但是沿海风还是很大 甚至台湾附近海域 都还有两到三米的浪高哦 赶快来看看 今天各地更详细的温度预测了 好 首先呢 北部地区今天的高温是在29到31度 那么再往南走 中部地区今天的高温是在31到32度 那么呢 南部地区来说 当然今天还是艳阳高照的 今天的高温啊 是在31到32度之间 那么东半部地区的话 今天的高温则是27到31度左右 那么东半部地区今天的降雨几率 还是高一点 那么至于离岛地区26到30度之间 所以最后淑弟弟请大家咯 一个礼拜新的开始 那么再次提醒呢 就是啊 第一个 北部跟东半部的观众朋友 今天记得出门啊 就要带雨具咯 导播我们到宅机便咯 然后早晚现在温差大 所以早上晚上还是记得添加衣服 时间交给加油咯